而国民党台北市场参选蒋万安 昨天公布后援会团队 找来前立委蔡振元 罗书磊以及现任立委 费洪泰赖世保等人 只是这10个人加起来是675岁 对手陈时中就算说 他的团队比蒋万安社会认同度还要高 对此蒋万安则是回籍 陈时中说的是焦糖 范云 林长祖等人吗 而他今天也带来发言人团队正式亮相 网罗了年轻人入证 你家台北就是无限 蒋万竞选团队发言人证实亮相 由立委李德伟 李贵敏 洪梦凯领军 组成9人发言阵容 前一天也公布后援会会长 包括前立委蔡振元罗书磊 还有现任的费洪泰赖世保 网罗老将入阵被对手陈时中酸 团队社会认同度不如他 他说的是焦糖 范云 林长祖吗 如果陈时中不尴尬 尴尬就会是别人 网友更高羞制图 列出后援会人人年纪 都在63岁以上 10个人加起来 更是675岁高龄 蒋万安团队年轻世代 站出来正面迎击 那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四位加起来的平均年龄 不好意思 25岁 我们强调的就是世代共荣 任何刻意要制造年龄歧视 或者世代对立 才是人民的功底 台北队加油 但这竞选口号 台北队正好陈时中也喊出 台北队长召集令 到底谁抄谁 其实早在5月25号 党庄提名我的时候 我就先喊出共组台北队 我想陈时中是在跟林志坚 向抄袭致敬吗 成为台北超跑队吗 又抄袭又落跑吗 炮火箭墙似乎也因为 发言人团队敌定 全战策略转手围攻 抢回议题主导权 战旅行员因为打太报道 打太报道